大多数肺癌患者死亡是因为难以早期诊断 不过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赞助的一项研究显示 低剂量的CT检查能够使肺癌死亡率下降20% 这是因为CT能建立三维立体影像 比传统X光呈现的肺部影像更为完整 也更容易早期发现还很微小的肿瘤 可以靠外科手术来切除 这项初步的研究结果非常令人震惊 乔治敦大学龙巴迪癌症中心的埃萨克斯医生说 我觉得有理由对此次非常乐观的态度 这是一项规模很大有条不稳和出色的试验 参与研究的人数多达五万三千人 他们都经过随机挑选接受CT扫描或X光检查 这项研究对美国33个地区吸烟量很大 或者曾经吸烟的中老年男女进行追踪检查 他们分别在全美国33个地区进行研究 有1800人在龙巴迪癌症研究中心参与研究 他们在三年中接受CT扫描或X光检查 研究人员连续五年观察他们的健康状况 看他们是否患上了肺癌 埃萨克斯医生说 如果CT扫描成为标准的诊断方式 将可以挽救许多生命 我们可以建议每年做例行的低剂量CT扫描 但是CT扫描费用高 在美国通常不在医疗保险支付范围之内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它的费用更是高得令人望而却顾 因此CT扫描的放射线也令人担心 即使是低剂量的CT扫描放射线 也比X光高15倍 埃萨克斯医生说 CT扫描也会显示出肺部并非癌症的其他不正常 有时会导致不必要的外科手术 他们发现CT扫描也有相当多 大约25%的错误诊断 经常导致更多的CT扫描 肯定会导致欺骗检查 有时甚至会导致手术 不过埃萨克斯医生还是希望 这项研究结果会使更多的人考虑戒烟 降低肺癌发生率和死亡率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让人们不要吸烟 如果他们已经开始吸了就戒掉 批评CT扫描的人是担心 如果瘾君子觉得即使得了肺癌 CT扫描也能挽救他们的性命 他们可能反而不想戒烟了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